国际焦点再来看俄罗斯大选 周五要举行总统大选了 不过却传出军用运输机坠毁 还有立场亲屋的自由俄罗斯军团 闯入俄罗斯境内攻击 并且控制边境村庄 而同一天乌克兰也派无人机袭击 俄国的炼油厂跟贝尔哥罗德市政庭 俄罗斯境内库斯克州冒出火球 惨遭自由俄罗斯军团跨境攻击 库斯克州长第一时间认了有攻击发生 但强调都有挡架没有被入侵 只不过 自由俄罗斯军团又公布影片 声称以控制这个村庄 原来当天不止他们 还有俄罗斯志愿军和西伯利亚营一起行动 相关攻击影片出现在地奥特基诺村 还有贝尔哥罗德的洛佐瓦鲁德卡 希望号召更多人一起反普钦 通天乌克兰也趁机投入数十架无人机打击俄国 境内的炼油厂和贝尔哥罗德的市政厅 短短一天俄罗斯多处被攻击 甚至发生军用运输机坠毁 民众募集一架一流升76运输机 在空中起火越飞越低 最后坠毁在莫斯科东北部 伊万诺沃地区 机上15人全数罹难 坠机的原因则有待厘清 15号就要举行总统大选的俄罗斯 经不起太多动荡消息 敏感时间又有反普钦人士在海外遇袭 受害者就是纳瓦尼前幕僚长 他同天才接受路透专访痛骂普钦 却马上被盯上 俄罗斯内部越来越不自由 还开始上演文化审查 最近就经常发生 俄国警察大举突袭夜店酒吧 只因为怀疑演出的地下乐团 或聚集民众散播前卫思想 有害俄罗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受到国际制裁 然而英国天空新闻调查 发现俄罗斯还是有办法 进口到英国名车 手法一次就是透过第三国亚塞悖然转手进入 这个市场规模不大的小国这两年车辆进出口数据出现异常变化 俄罗斯目前也能生产大量的弹药攻击 则伦司机家乡 眼看众院还是卡关军援 美国总统拜登又想出办法 瞧出资金 总计3亿美元的援助来自美国国防部先前合约中审下的成本 不过这笔钱只够撑几个礼拜 当天波兰总统和总理联媒访美同样关心乌克兰 波兰总理受访时就直接点名美国众院议长强身 因为军援再不过关造成上千人死伤 他恐怕也得负起责任 也新闻综合报道 毕斯兰摘戒约开始了 加萨人却陷入了饥荒危机 根据世界粮食署的统计 两岁以下的幼童每六人就有一人重度营养不良 而约旦王后也痛批说 这是对加萨民众的慢性屠杀 而第一艘从欧洲出发的物资船 带着近200顿的粮食已经赶往加萨 拍手绕圈 加萨孩子们享受难得欢乐气氛 但仔细一听 小朋友头顶传来以色列无人机盘旋的声音 以色列摘戒约开始了 加萨还是不得安宁 今年的重要节日还得随时小心空袭轰炸 摘战月期间 穆斯林日出到日落不能进食 但在加萨就算太阳下山也不一定有东西吃 北加萨 贾巴利亚一群志工蹲了几锅菜 还没煮好 队伍早就排了好长一条 锅碗瓢盆凑上前 小孩子和大人争先恐后 有些人一天只有这一餐 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 加萨很快就会发生饥荒 也就是超过两成家庭 极度缺乏食物 三成孩童严重营养不良 目前每六名两岁以下加萨幼童 就有一位符合重度营养不良 月旦往后痛批 这根本是慢动作屠杀 路路卡车不够 现在该走海路 拖着粮食的船只从地中海起航 这一批换算大约50万餐 由非政府组织张开双臂派船 从塞浦勒斯出发 预计花一到两天时间航行 抵达加萨后 再由另一个慈善团体 世界中央厨房接手 在一个临时码头卸货 另外美国再一次用运输机空投物资 一个星期内 空投六波粮食 但伊朗透批 美国只是做作表面 伊朗认为 炸药通通出场 停火谈判 却原地踏步 负责居中协调的卡达 承认短题内 很难达成停火 伊斯莱和哈马斯 谁也不想退让 协商没进展 也只能怀抱希望 卡达外交部说 理想情况是摘戒月期间 能伸出一份 各方都点头的停火协议 TV新闻众部导 要问您超过最新的消息 空军一架F16V机号6663 今早执行大修出场后 试飞却传出在低空 发生了发动机熄火意外 所信飞行员处置得已 紧急降落在花莲本场 空军证实 有此事 但强调并非熄火 而是警告灯号亮起 而且人机均安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的最新消息 再来看的是 行政院向国会提出的 施政报告里 指出今年开始推动 民间自主紧急应变队的建制计划 目标是在5到6年之内 试炼包括企业 学校在内的民间单位 组织320只能够在所属地区 应变紧急灾况的团队 而消息一出 不止家长担心孩子要被推上战场 一般民众也认为这个规划 跟全民皆兵划向灯号 杨菜之模拟的血液 正不断从标准伤患 假伤口流出 拟针情境下 学员手忙脚乱的摸索 外伤紧急处置 执血完毕 再防湿温 尽可能在送医之前 让伤者维持稳定 生命真相 近年类似自救课程 参与的人数持续累加 台海情势或许不是唯一原因 但绝对在民众的心中 有相当比重 看到台湾其实天灾是经常发生的 事故也是经常看到的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来到这边 是担心那个最糟糕的一个情境 战争的爆发 但是所有的人来这边都知道 灾害其实是不分原因的 它的后果都一样 在国际社会 包括在美国 其实很多这些知识 都是中学生 高中生就开始学习的 不过自费学习心知 和顺应政策 感受是两码之事 行政策日前向立法院提出的施政报告 其中一项 是从2024年开始的5到6年之间 着手建制民间自主紧急应变队 训练包括民间企业学校等等的单位 成立符合在地需求的紧急应变组织 人力需求目前规划 要组训8000人达成320对 相关做法 其实大多直接参考 美国联邦应变总署现行的内容 内政部和消防署的构像 是民防 国防 消防和灾防 四防合一 其间除了培训队员 也包括480位种子教官 和180位管理人 目标是改善现有的民防组织 推动不易 参与人数少 连带影响功能 也缺乏横向整合 每当这个风灾来的时候 我们就动员国军去救灾 那当然这个提升国军的能见度 这个习惯也造成了另外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的社会 比较没有防灾的能力 真正的大型灾害如果发生 国军要忙国军的事情 警消学长学姐要忙他们自己的事 如果狭义的民防 就是现在我们现行政府体制里面 有警政单位所从事的民防训练 主要是协助警察 处理紧急事故或者是社会秩序 但如果广义的民防 就是国家的防卫 除了军队所做的以外 其他政府部门跟社会所应该做的 按照核定版的计划内容提及的环境需求分析 一是为了因应极端气候下灾害频传 另一个人不拖台海情势紧绷 去年12月 国防医学院的战商救护训练大楼正式启用 目标之一就是整合警销 教育医疗等等机构 深入邻力储备失资 加上近几年 AIT和我国消防单位 为了盘点灾防物资跟动员规划 不时密切低调往来 这安排并非突然形成 不管是民间团体 甚至于将来的学校 如果能够教导一些轻行的急救工作 我们整个的救援机制 能够深入到这些企业单位的话 那么不是更增加我们的社会任性 去年的民间区域安全兵推 也曾明确指出 一旦台海发生冲突 能源跟大量伤患的救助问题 对民心士气的冲击更迫切 再者当国军已经把 尖敌于城镇阵地 列入作战理念 民众的疏散跟安置照护 迫许是时候跳出纸上谈兵 现在民房训练比较偏重静态 那如果你要有动态的训练的话 其实就要有训练场地 那我们看到行政院用二倍金 然后要用中州科技大学 当作民房训练场地 那如果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你更及时的 或者是更能处于那种 战争情境的训练场地 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不过如果全民防卫 也走向出处接场景 不时做训练 民众不免怀疑 这是变相全民皆兵 所谓全民皆兵 它是要将枪支以及弹药 发给每一个家庭 那么平常也要接受一些 军事的训练 按照国际人道法 只保障平民 和失去作战能力的武装人员 全民皆兵所蒙受的风险 差异由此可知 国土防卫部队的概念 它是一个政府的军事力量 跟社区的紧急应变 是完全两回事 但是重点还是说 在面临大型灾害的 可能跟风险 台湾社会不管你的背景 都应该做好准备 因为这个是任性社会的建立 想要和平 先得任势战争 熟悉危急情境 比起避而不谈 更有机会消除民众疑虑 但是避获止战 并不等于共同承担 TVB的新闻 陈旭一日辅 台湾到 再来看非洲最大经济体 奈及利亚爆发金融危机 去年上任的总统提努部 大刀阔斧 进行经济改革 却因为高通膨 以及货币政策的紧缩 导致官方货币 耐拉急速贬值 以一盘鱼的价格来说 现在足足要花过去 八倍的钱 才买得到 父女激动的锤打身体抗议 填不饱肚子 非洲最大经济体 奈及利亚爆发严重通膨危机 民众连一颗蛋都买不起 上街怒吼 奈及利亚通膨长期居高不下 两年前就曾经发行过 新的壁纸纸钞抗通膨 一样没效 结果在去年二月 新总统提努部上任之后 还力推经济改革 取消常年的汽油补贴 解除外汇市场 以及汽油价格管制 内部的改革太快 再加上外部的通膨 无法缓解 反而让CPI冲到29.9% 本国货币耐拉 变个不停 市场里蛋豆鱼肉青菜 另外还有油价 无一不涨 让奈及利亚民众 真的快过不下去 还有人是连保命的药物 都得忍痛放弃 这名患有气喘的男子 所需的常备药物 其中一种 从8000奈拉 相当于159元新台币 8个月涨了近9倍之多 现在要卖7万奈拉 相当于新台币1400元 他根本就买不起 民众甚至还得像难民一样 抢粮食配吉 现场有人爬墙爬树 想要钻进海关办公室里 拿白米 混乱中有人倒地 将近一年的通膨乱象层出不穷 逼得民众上街抗议 奈及利亚劳工工会 要求政府要将最低工资 从现在的30万奈拉 调涨至50万奈拉 也就是约新台币9900元左右 但这恐怕也不是万灵单 但行利亚虽是非洲最大产油国 但是因为缺乏另油厂 所以必须将原油出口后再买回 价差常年是由政府补贴 但是由于近年油价上涨 政府补贴过度支出 酿成财政赤字扩大 现在取消补贴 民众更是买不起油 连带还影响供电 更糟的还有 由于奈及利亚常年实施外汇管制 近年在加密货币盛行之下 很多人涌入加密货币 做P2P借贷 把本国的货币换成外币 成为全球比特币的第二大国 但是现在经济不振 政府反而过来指控 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币安破坏汇率 养出外汇黑市 要重罚币安100亿美元 尽管多数的加密货币商认为 奈及利亚政府的指控是毫无依据 但是现在币安还有两名高层 被奈及利亚扣留 可能又会变成一个国家 对企业的无声之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我记得下载TV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